中超外援 亮相世界杯 稿件来源 这两支球队 原因是都拥有两名中超球员 维特赛尔和卡拉斯科连续两场比赛都获得了首发机会 体现了主教练马丁内斯对于他们的信任 在战胜突尼斯之后 曾经有中国记者询问马丁内斯如何评价中超球员 他的回答是 当维特赛尔和卡拉斯科刚去中超的时候 我也担心过他们的水平会受到影响 但通过现在比赛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提升 我们没有看到去中国踢球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这两场比赛 他们对球队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在中超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水准 而且回到队伍之后 还在努力提高 我以后也不会再担心球员去中超踢球了 事实上在首场比赛之后 卡拉斯科因为在比赛中表现平平 招致了比利时媒体的批评 他甚至站出来为自己辩解 自己才到中超四个月 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 从对阵突尼斯的比赛来看 卡拉斯科阵手的左路一度压力很大 甚至成了对手主攻的方向 在下半时突尼斯大比分落后之后 他才发挥了进攻的特长 这肯定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至于维特赛尔 在队中是不负责组织进攻的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防守之中 这和在全剑的位置要求显然不太一样 由于前两个对手实力太弱 暂时还看不出他在压力之下的表现 至于尼日利亚队 球队进攻本来交给了伊哈洛和米克尔的配置 不过在首场比赛输球之后 一个失去了主力位置 一个则后撤变成了后腰 主帅罗尔赛后给米克尔送上了赞誉之词 认为队长的做法非常无私 实际上他在中超就是踢前腰位置的 我认为他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不过在彼此妥协之后 特别是米克尔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情况下 他最终把进攻重任交给了队友 至于出场时间稳定的马斯切拉诺 想想阿根廷队缓慢的踢球方式 就应该知道外界是如何评价他的了 截至目前 八名中超球员还没有打入一球 这多少让人有些尴尬 进球可能只是面子问题 最关键的是在适应世界杯这种高节奏的比赛中 他们的表现多少有些失利 即使仅仅来中超四个月 塔拉斯科在节奏感方面已经明显出现了下滑 这里说的节奏感并不是说速度和身体反应 而是处理球的方式 以及踢球的连贯性 以往国脚们踢国际比赛 最不适应的就是对手的快节奏 说明习惯于中超的缓慢节奏之后 对手一旦加快攻防转换频率 往往会显得比较吃力 在中超踢球的外员们也无法独善其身 一旦习惯了中超的节奏 到了世界杯上就会出现问题 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中 大多数球员 奔跑数据都超过了一万米 另外高强度跑和冲刺跑 也是中超所无法比的 对于C罗和阿扎尔这样的球员来说 世界杯的小组赛只是普通的联赛而已 但对于非欧洲联赛的球员来说 压力就比较大了 本届世界杯 在比赛最后阶段出现抽筋情况的 往往都是非欧洲联赛的球员 对于参加世界杯的中超球员来说 跟上球队的节奏 可能会招致体能透支 要不就选择降速 奥古斯托曾是巴西国家队的主力 但本届比赛却失去了主力位置 在接受采访时 奥古斯托坦率承认 自己之所以被挤出主力位置 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他没能有效地控制住自己的体重 体重超标就意味着无法胜任国家队的比赛任务 但奥古斯托却是中超最好的外援之一 这不应该感到疯